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网友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9月7日,首先是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周珍必时 你好,大家好,材氏珍你好,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大家好 大家终于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那么订阅的,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圣向报三台沙冷气 点赞,分享,订阅,把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那好了,昨天我们就出了一节,突发就是说这个快必谈得知 因为在那里说那些煽动仇恨言论就被人逮捕了 于是有一群人就走出来 法律学者走出来就说 你这样做好像不对啊,这样说 为什么呢? 警方用的罪行就叫做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0条 第1B发表煽动文字,第一次定罪就可以罚五千元监禁两年 第10条的罪行其实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作出具煽动意图作为刊物,输入出售或是煽动刊物 什么叫做煽动意图呢?第9条就有解释出七种情况 第一,引起仇恨或藐视香港政府 第二,激起对政府的离叛 哇,条例是1938年令纳条文仍然包括吕王殿下的字眼 没问题的,香港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文 这些条文有效 而这条法例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以下就是这么说 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 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者离叛 或者加深香港不同阶层间的恶感 和敌意也都有煽动意图 回归以来呢 就是以前六七暴动就用过 就是动荡的年代啦 回归以来都没有做过的 于是那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那位陈文敏教授就说了 嗯 当年就有很多人啦 包括这个 曾德成 曾德成都被控告的 因为在街上派全 但是 曾德成因为这件事做错了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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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憎恨或者藐视那张赤道 但是低呢 香港就没有言论置入 所以我们要珍惜基本价值 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没有对 批评政府的言论 作出这个刑事检控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如果觉得你只是抓谭德智呢 另外那边就不适合的 因为 有其他人都讲过很多仇恨政府的言论 而且在YouTube那里讲的 是有了记录的 每个星期出几条片骂政府的 当然那些人就说我批评而已嘛 很明显其实有很多人那条赤道 严格来说就不是批评的 是污衊的 是挑动仇恨的 那你不要说它是什么颜色 那些颜色我都不在意的 因为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说因为它是什么颜色才说 不是 严格来说我觉得 就算当时郑经汉 在他那个商台的节目那里 骂那些官做狗官 严格来说 他也是犯了这条法律的 是 没错 不过特区政府宽大而已 对这个言论自由 是保障的 所以才让他们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证实了一件事就是 谈这个谭德智呢 都是没有 搜证都是没有够全面 因为谭德智呢其实之前有一件事是 我认为呢 拉他 用那条 用一条法来拉他呢 就告他或者告他 我这么说 告得入的机会是相对高的 就是他被法官判完之后呢 他出来骂法庭 骂法官 这是法庭是吗 是 这个反而 这个反而是 更加容易告得入 而且这个争议性会较少 还有就是有一个阻吓作用 就是不要再让那些人 拆散香港这个制度 不过当然啦 为什么不用这条法律去做呢 就是当然因为有些人 都是骂法官是狗官啦 就是如果你要公道地去做的话 就是你不要理哪些什么颜色什么 总之 妙视法庭的人就告 嗯 但是这样会牵连很大 好像香港很多人都 都骂法官 嗯 没错 又说他不懂字啦 没有文化啦 我看到都 有些人说不懂中文啦 为什么会找洋法官来 来审案啊 洋法官 都是洋人来的 当然都是偏帮的啦 又判轻判得这么轻啊 又放得他走 其实 就是有时我们理性的批评 理性的讨论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有建设性的批评是没所谓的 没错 但是你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啦 我觉得谭德哲肯定是有意的 他骂一些官 骂一些法官 他有条片 有条片是 他特意在法院跑出来就骂了 在外国呢 这些这样的做法呢 被人拘捕了 是立刻拘捕的 嗯 因为其实你是可以在法庭外面说 我觉得这个局审讯是不公平之类都没事 但是你骂别人的狗官那些就直接是藐视法庭了 是吧 你批评那个判决不是不行啊 批评那个判决不是不行啊 如果你的建设 就是你的提议是有建设性的 譬如说 这个你看完整个判词 接着说 这里你说的好像跟事实不符啊 就是你有事实基础的去批评呢 就没有事的 在外国也是的 就是我们这边呢 都有一个就是那个 大律师公会都出来说了 就是你 因为我们这个大律师和律师公会是一档事来的 那么他就出来说 就是说 有人认为 法官是不可以接受批评的 不是 这条界线不在这里 这条界线呢就是 如果你的批评是有建设性的 可以 但是如果你无的放肆 就是用一些 就是好像用一些无缺位的言语 就说 垃圾狗官 就是那些呢 就是藐视法庭 或者针对种族啊 膚色啊 甚至乎性别 来批评 法官的话 这些很危险的 做这些事情 过往有很少人都是这么做 甚至乎除了网台之外 在报章上都这么写 是啊 严格来说呢 就是 如果你要捍卫一个地方的法治制度 这些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 因为其实就是开始告诉别人 我有份报纸 我有个网台 我就可以不尊重这个游戏规则 或者甚至有些人是 自识是 就是爱国爱党的分子 他出来说这些事情 那其实严格来说呢 都是在破坏法治制度 如果你有建设性的 我觉得就是你好像列显倫那样 写一篇文 在南华早报社篇文出来说的 那就是有建设性的批评 而且它不是批评法官 它是批评法律界 你要留意啊 当然它也有批评某两个法官那些 就是想事情呢 没有考虑这个一国两制的情况 那这些是合理的批评来的 是有建设性的 就是如果你纯粹一个情绪的宣洩呢 去骂法院呢 其实对整个社会呢 都是破坏多个建设的 嗯 还有说不懂中文啊 不懂字那些 那其实这个 那不是请洋法官 在美国来的什么公司来 你觉得自己很荣耀啊 但是如果这样是不是就是 雙重标准呢 就是 当然你说 请洋法官第二样东西 他判的东西是不合你心水 或者不合 有时候真的不一定合公众的期望 你看到表面上 但是我觉得有洋法官呢 正正是一国两制的体现 还有告诉别人听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这个是一个门面来的 其实就是 就是好像我们这里做生意 很多人呢 就是他们的钱是自己控制的 但是呢 门面做生意呢 全部都是请西人的 同一个道理而已嘛 那当然有些人说 你这样很劳性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这一件事呢 是work的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批评过 就是有人被人批评过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说 你找一些西人去做食招 就行了 就是你譬如 找一些 讲英文的人去做食招 那那些黑暴人就不敢乱来 不敢乱来 事实上 你对付这些 就是 怎么说 我宁愿做 英国人的狗 捕屎上面那只乌鹰的人 是要用这些方法的 嗯 就是 因应 你要对付些什么人 而改变你那个 策略 策略的 不是 亂来的 就是你亂来的话 你自己吃饭了 很多时候 就是譬如有些东西说 哦 因为他肯定有问题的了 但是你 当你说人家有问题的时候 人家讲两个字 证据 证据呢 讲三个字 证据呢 你没有证据乱说的时候 你不是言而有句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是输的 嗯 是啊 这个很危险的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批评 都是无的尝词 诸心论 诸心论 很多时候是诸心论 就是说我觉得你是怎样就是怎样的了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或者基于感情的很多 其实 或者基于民粹 有一些 要理性一点去看这个世界的 就是不可以那么感性去看这个世界的 当然了 你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了 是啊 但是你就是国民主要提升 大部分人犯的错呢 就不代表是对的 那有些更离谱到是怎样呢 那将一些法官的羊毛 印出来 印在纸上 然后将纸周围贴在街上 这样做的 这些是 跟着写着 结束王法官和港 一大大的标题 接着写很多些 无谓的东西 那贴街招 贴在别人的法官的照片 周街贴的话 这种行为 其实一般会是用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追债 或者尋仇之类 那有些人用这种方式 来侮辱法官的 这种是刑事罪行的 大家要知道 嗯 如果在我们这里立刻抓就行了 是啊 但是人家说 我们这里是香港 你不要用外国来做 标准 但是这样说 你一定行海洋法 是啊 而且有一件事就是 你的社会 为什么某程度上 是可行得到呢 就是这种法律制度 人家相信呢 就是你做得太过分 就是法官做得太过分 都是不行的 你相对都是要公道 那有些人说 我觉得很不公道 我觉得他们有政治 见解放在他们的判词里面 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 我自己觉得 你要细心点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一个政治取态 只能够 当他做法官的时候 只能将那个影响 那些法官判很多事情都判得很重 有些判得很轻手 有些判得很轻手 有些人觉得飘忽不定 但是问题就从来都 我觉得有时候飘忽不定 反而是他看回整件案来判的 所以你才会觉得他飘忽不定 因为不是以立场来判的 他就是每一件事 就那个案件来说 嗯 自然每一个案件 他的细节都有不一样 还有你能够上去的证据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的判决就是不一样 是不是 嗯 没错 还有都是说那一句 其实你走开阳法的地方 都是 就算走什么法的地方 都是基于人 人就是有 心里面怎么样 都有一点点起乎 我觉得 只可以尽量做到公平 或者尽量抛开感情 是吧 还有有些事情就是那个法律的原意 有时候公众是很不了解的 我举个例子 就是那12个人 现在被人送了去鹽田港 是不是 那条法律就写到明的 情节严重可以终身监禁的 可以无期徒刑的 但是那条法律本身 就是93年人大修改的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修改呢 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很多那些人社集团 就骗一些内地同胞 就坐这个货柜 就偷渡去外国 赚钱 说在外国可以赚很多钱 那时候是九几年的时候 所以呢 那个刑罰是这么重呢 就是因为试过有很多 就是这样偷渡的人 就是命丧这个异乡 那所以就 人大就弄了一些法律 就是提高那个阻吓力的 但是 就是如果蛇仔的话呢 那你不是蛇头的 说的是蛇仔的话 通常都不会判那么重的 就算是蛇头 都是那条法律呢 都是蛇出国境 就是会罰得那么重的 蛇进去 其实根本这个是 严格来说 都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单 这次的12个壮士 你说会不会判得很严厉 有些人说 哎 会判死刑啊 或者判终身监禁 其实 有些人 有些人说这些说话呢 其实也是在中国的 司法制度上贴使的 为什么呢 就是要告诉别人 厌刑的 厌刑的 厌刑进法 厌刑进法不公道 什麽什麽什麽 就是其实又是 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埋对中国内地的恐惧 而有很多人是很购买这件事的 如果你很客观去看这件事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 根本上 就算是口说爱国爱港 其实心里面 都是不相信内地的法制 或者打脸 或者是看得出自己 帮盗网 朱队友 很多就是这些 还有刚才你说的 谭实志那个案 其实很多人都很失望 他就说本来 为什麽不以国安法条例处置 要改刑事条例 发表煽动文字 有些人说 那麽很快将它放出来 都未判你怎麽知道 是吧 那条法律 困了曾德成 进去年多两年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 憑记忆说 那现在拿出来用 究竟行不行 都不知道 是啊 但是你说 是不是他做的事 可以用国安法去搞它呢 我自己整天都觉得 不是那些人想得那麽简单 有很多人觉得 立了国安法 很多东西都是用国安法来处理 但其实我们当时也解释过一件事 就是国安法这把是牛刀 你不是 即是随便拿来乱扯的 像个番茄是吧 哈哈 有些人是会这样说的 就说 为什麽不用国安法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现有法律够做 为什麽要拿其他法律出来呢 即是国安法 其实是告诉别人 这个是一条底线而已 没错 其实打个比喻 现有法律可做的话 那就用回现有法律 否则你不断地用同一条法律 就和对家黄仁的国卓坚一样 玩烂了司法制度一样的 邏輯上 是啊 最重要的是 用回对的法律去做 当然有些人就觉得 华石说 你不对 那我们就不会这样说的 我们就说 其实有其他法律 都可以做到这个坦德子 即是比如藐视法庭 但是不过这样说 如果你用藐视法庭去做它 有很多不同政见的人 都会拘捕了 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 对那个法院的判决 很多时候都是不尊重的 就是香港的社会 比较 就是撕裂和躁动 撕裂和躁动 大家每一边都有人不服这种制度 所以那些黄仁说没有言论自由 说什么 没有言论自由 最有言论自由 最有言论自由 其实现在你留意一下 两边的言论已经是趋向一致的了 就是两边极端的人 其实他们应该结成一个联盟 就是要拆烂香港社会的联盟 因为他说的是一样的 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 本质上真的没有分别 有些人说 本质上有 他一边是爱国一边是不爱国 那这个不是本质上的问题 本质上实际上他们的操作就是 他们要煽动到有人听他说 接着之后呢 就 拆大台 拆虫 就是要摧毁现在扎桩那帮人 没错 是 其实极端的人通常都是少数 不是主流的少数 而且都是那句 因为你在那个系统 在制度里面 要获得利益的 你就不会去反那个制度 你获不到利益的 你就会走出制度 然后就说攻击这一套制度不对 我们要拆虫大台 所以其实以前有位仁兄说 为什么他不喜欢这个本土派 其实他就说 他就说这些本土派 其实跟他们口中积笑的 叫做民族主义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朱鱼版的民族主义 其实我很同意 现在这帮人的走的都是那帮黄人 一样的积笑大陆的时候 其实一样都是一样 就是说是朱鱼版民族主义 只不过他的民族是换了香港两个字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本土上是没有区别的 本土上是没有区别的 其实现在应该多说一些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没错了 就是这一样东西 可以化了那些种族主义的东西 那当然了 有些人现在就 屈这个中国是用种族主义去 就是团结国家 其实就不是的 就是中国人 中国里面 就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 有不同的民族 那当然现在有一些 就是外部势力 就是拿这些内部的矛盾出来说 和无限放大 比如在内蒙 发生一些事情 他们都拿出来说 就是内蒙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相信 外媒那个圈掩 都很厉害的 有九成都是假的 又说回成吉思汗年代 当然那些 那些外媒的 这个从来都是错误的 这个从来都是错误的 在内蒙 一直都是运行商语的政策 就是蒙古语和汉语 商语并用 是的 还有有一件事要说回清楚 就是在内蒙 其实汉人是远比蒙古人多的 蒙古人 蒙古族的数量是在增加的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有些汉人 和蒙古人通分了之后 他不管哪一方是通分都好 他到后面 下面的小孩就会填蒙古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一点 嗯 高考加分 哈哈 这个就不知道实际操作是怎么样 但是 是有政策去辅助 少数民族的中国 大家都知道 如果 美国是做回同一样的东西的话 就美国所有招牌 都应该是 英文和西班牙文并用 有些可能是法文 因为Louis Anna就是法文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 美国拉丁裔的人口 是应该都有一两成的 有 是跟这个 就是内蒙古 蒙古族的比例是相弱的 是啊 因为现在你看到 就是如果去内蒙古 你会知道 就是他们所有招牌 各方面都一定要相遇的 规定 嗯 国家规定 你不可以只是汉语 也不可以只是蒙古语 嗯 是啊 你看看共和党那些名字 有些参议员 或者政客那些名字 拿华鲁 就是 那些人叫 鴿华鲁 不知道那些黄人 那么鄙视普通话 这个是普通话的译音 拿华鲁 Peter Navarro 还有就是 Marco Rubio 这些一听就知道 是那些拉丁罪的 是吧 是啊 所以是不是需要 你当美国 用一只手指指向中国的时候 其实有三只手指指向自己 就是因为 他们那个小数族裔的政策 可能根本 是比内地更差 所以就搞成这样 现在就搞成这样 是啊 所以就这么说 就是现在就是 譚塞子这件案 你都不知道他最后判成什么 或者他最后判出来的 都是刑期都不短的话 或者不管他长短也好 那这位李桂华先生都说 其实用某些法律 是不够了错的 那只可以用其他法律 表示法庭就要靠法官去判的 所以这个也有难度 究竟法官当不当是藐视呢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有困难的 但是 就是以其他 就是海洋法 Jurisdiction 的讲法来讲呢 譚塞子呢 他这个人呢 一早应该已经被人拉了 进去坐一坐 就是表示法庭进去坐 因为表示法庭通常都要坐 嗯 在外国 嗯 不过这个是外国标准的 那有些人当然说 你外国不行的 那就是 就是 现在就看起来 就因为 因为有很多人呢 都是 不断地罵这个法官 所以 或者歧视条例我都觉得可以 不过可能罰得不上 他经常叫人家 大陆躲 死大陆躲 总之他很搞笑 只要跟他政见不一样 他就只剩下来 罵人家大陆躲 是啊 这个人其实是 就是 犯了很多歧视法 但是香港那个 对 不同 就是怎么说呢 不同地方来的人的保障 是比较少一点的 真的哦 这个是事实的 是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